哈啰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的小羊哥是贵养朋友 最近吴蕾联系我 我说要送我一个礼物 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啊 开玩笑 这一次呢我们就要开箱的 就是他代言的一款扫地机器人 而且听说用天猫精灵就可以操控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天猫 你好 主人 启动扫地机器人 好的 开始自动清扫 大家都知道扫地机器人 主要就是清洁功能 但是如果扫完地还要自己动手拖地 那买机器人的便利性在哪里呢 而这台T5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一直都有扫托液体功能 正好解决了这个疑问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扫托液体 到底可以扫得多干净吧 哦 开始了 继续清扫 现在我们测它的扫地功能 所以我们暂时不需要编刷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扫托液体功能 不管是灰尘还是积水 都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 现在就让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然后帅气地掏出手中学 哎呀 真是太不小心了 哎呀 真是太不小心了 哎呀 真是太不小心了 对于如此粘稠的雪糕 我们机器人的清洁能力也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把这个辣椒扫在地上 不行 万一扫不干净 拖得满家都是辣椒怎么办 不管 我先试一下 对于如此油烈的辣椒油 竟然也能打扫干净 对此我是真的很震惊 我们只需要对指定的地区进行清扫 它就会清扫得干干净净 你看它超级薄也不怕卡住 一般来说现在床底都很低很难清扫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在机器人两边 按上它的边刷 不管你的床底下有再多的灰尘 都会被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款扫地机器人来帮助你清洁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见这款扫机人非常贴心 还帮你把床底下的乒乓球给剪出来 完完全全的清扫干净利落不妥你带水 把你床底下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床边玩着手机慢慢的等待 而且我听说就算你出门在外也不需要担心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这个APP 打开 启动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智能机器人已经在开始打扫了 而且连你们家的户型图都给你扫描出来 完完全全就是你的家庭好帮手啊 好好好 经过本红月的终极测试 这款机器人确实是非常智能 而且还能自己回到原点 简直是不要太神秘 而且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拖地功能 再也不用因为是来打扫家而吵架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神器 OK 我讲个本次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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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